从万荣乡马远村逐猎场而在日黑乡的秦美村 落地深耕的单摄布农族人 今天依循了布农族的传统进行的部落摄尔祭典 也透过展演迁移历史进一步来推动最近几年 很积极争取证明萨萨萨成为一个部落的行动 获得各界支持认同 而全程参与的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委 古宋克勒芳安他也抱持着正面态度 齐美村布农族勇士依序 铭枪祈福一年一度的传统摄尔祭典也正式展开 但是有别于其他布农族部落的事 部落族人以展演的方式来呈现阐述齐美村布农族的由来 现在正式出发来到达达达 看到很多业务的脚印 高龄八十多岁的部落旗老 早年祖先从现今万荣乡马远村逐猎场迁徙定居在奇美村 四周群山围绕因此以布农族与萨达萨日出细照照耀之地来命名 至今超过近百年的历史 部落族人也积极推动证明 希望争取设立一个萨达萨布农族部落 日出乡奇美村萨达萨布农族部落 期盼证明 同时进一步来争取建制部落聚会所 作为传承部落文化的多功能场所 而今年首场参加摄尔祭典就献给奇美布农族的圆明会 副主委Gusun Galavan也抱持正面态度 我想萨达萨部落在争取部落证明这部分 圆明会会协助他们在程序上完备的时候 很希望能够来满足他们的期待 那另外对于部落聚会所的期待 我想我在两年前也来过这个地方 我们会优先来协助他们处理用地的问题 把整个用地能够取得 然后符合建造聚会所的这个土地编定之后 我们中央跟县政府包括相公所会来一起来协助 奇美村萨达萨的布农族部落可以说是瑞士乡境内唯一的布农族聚落 近几年来部落族人也积极争取部落证明 奇美部落阿美族人与地方各界也都支持认同 而目前萨达萨部落的布农族积极克服解决部落证明以及聚会所用地问题 期盼来年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记者是瑞兰瑞瑞采访报道